你 你好 是邓小琪吗 你是 周波涵 这 我俩认识吗 邓心华阿姨让我过来的 她说你在这儿看剧 让我过来陪着你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那我建议你 还是去她家楼下接她比较好 平时上下班你都能接送她 约会的时候反而让她自己去 可她一再强调别麻烦啊 你看 咱们家 他们家还有约会地点 这个三角形 从各自家出发 是最短短时间的 并且能延长在一起的时长 敲黑板知识点 别麻烦了 就是别怕麻烦 一再强调 就是按时提醒 恋爱中的女生在双儿模式下 大多都是口是心非 所以说的话 要往相反的方向理解